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天生神龙转世 只要一开心就会下雨 最后爱上一只人生鸡,变成神族黑龙的故事 话说在很久以前呀,有一条神族的黑龙 因为管理人间不善,被玉帝变下凡间 封印在如意山脚下 传说只要黑龙的转世再度成仙才能解除封印 变成神龙,重返天庭 300年来,如意村在村长的带领下 每分有小孩出生就会祭奠天神 祈求黑龙转生到自己的村里 这天老五家媳妇难产,一生就是整整一天 村民们对天起伏才生下了他 小五一出生就不会哭,而且比其他小孩都黑 自从小五出生之后,老五上山就经常踩到人参 每当遇到人参,他都会挂上一根红绳子 等着人参长大再来踩摘 这样别人看到了也不会摘走 小五从小有一个奇葩的潮能力 只要他一笑,天上就会莫名其妙的下雨 所以村里的人都怕他笑 小孩子也不敢和他玩耍,实在是很悲剧 这天他和老爹上山时遇到了一株千年老人生 于是他也学着老爹取下自己的红绳手链 挂了上去 没想到这么一挂又保护了老人生很多年 村长每天都在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待神龙转世 这天祖宗显灵过来告诉村长 神龙已经降练在了如意村 具体是谁,天机不可泄露 说着要村长好好表现 说不定可以快速度过逍仙期 而且还给了村长一本天书 据说这本书只要照着上面的唱 就能让村民们每天开心 经过村长和大力的苦心钻研 他们终于领悟了天书的秘密 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欢然一新 而且还用山上的药材发家致富 多年之后 小五也终于长大成人 他小时候保护的那株人生 也早已经被他所遗忘 这天 小五在山上踩钥匙 遇到了一个子异女孩 女孩似乎很早就认识了他 可他发现小五根本不会笑 好不容易搏得小五一笑 天上又下起了大雨 自暖之后 小五每天都会来到山上 只要在女孩面前露出笑容 才不会被责骂 后来他才得知 原来这女孩 这是她小时候 保护的那株人生 因为遇到小五 才修炼成仙 手上还带着小五 小时候的红手链 女孩来找小五 这是来报恩的 人的感情呢 也越来越好 女孩告诉小五 当年守护如意村的黑龙 被白龙陷害 贬下凡间 飞音在如意山脚下 只要她的转世之人 得到修仙 才能解除封印 而傻乎乎的小五 这样将人生金 当成了黑龙转世 这边白龙 趴下自己的小弟 在如意村 装成接生婆 只要有小孩出生 就检查她 是不是神龙转世 想将黑龙扼杀在摇篮 可这么久过去了 始终没抓到黑龙的转世 最后残忍的白龙 准备连村民们都不放过 将他们通通抓起来 小五带着人生金回来时 村里已经被白龙给统治 人生金正要和白龙大战三百回合 没想到三个回合 就被白龙打伤 白龙准备一不做二不休 灭了全村 这使人生金用自己的修为 挂作成一片叶子 保护村民躲过了一劫 而小五也在绿叶的帮助下 激活了自己的黑龙身份 提亮的神龙之力开始爆发 小五为给女孩报仇 一念成龙 一下转化成黑龙的形态 手直接变成龙爪 头和身子也开始变成黑色的神龙 两条龙在天上开始厮杀 白龙喷火 黑龙就喷水 水也打不过水 你看着这么打下去 也不行呀 村子都会毁掉 村民们也搬来石头 帮助小五 用石头朝着白龙使劲砸 到最后 白龙被村民和小五直接给打残 被天上的神仙带走 黑龙在山下的封印也被解除 小五也生下了一只小龙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永远不要嘲笑 你身边那些看似奇特的人 说不定他们也藏着某些过人之处呢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来就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约 奇幻的神龙之战